我們上個禮拜講了關於聖靈的工作 今個禮拜我們講處理神經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以為聖靈工作只是祈禱 其實你很想被聖靈充滿是很重要 你和神的關係和你自己內心的生命和同仁的關係 一定要處理好 你才能夠誠在神強烈的同在 讓我們心裡面很起的神 所以我這裡講了幾個部份 一個部份就是活在神的愛中 同一種愛和很直接的關係 然後就處理不要被人影響 因為很多人經常被人影響 和罪和情緒 這些都是令到很多人很多負累和重擔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準備好自己 我要給神去處理我的生命 一起講 我要給神去處理我的生命 哈利利亞 感謝耶穌 經歷聖靈不代表就是聖靈充滿 經歷聖靈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在聚會 在有人為你祈禱 或者敬拜讚美 或者你自己討告 你感受到 經歷到神的平安 喜樂 愛 這些人的經歷 但是聖靈充滿是一個長時間 和神有親密的關係 其實聖靈充滿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和神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祂能夠很自由在你裏面做工 很自由去感動你 帶領你 充滿你 使用你 我們下一課會講到 如何運作 在聖靈裡面 運作全福音 建立靈命 幫人做釋放 幫人做醫治 我們下個禮拜會講到這幾樣東西 即是如何在聖靈中運作 以及在聖靈中講信息 就是給聖靈帶領領受神的信息 我們都會講到的 但是要做到這些 一定很重要 除了我們知道神的工作這麼真實 就是我們裏面是 讓耶穌可以完全掌管的 完全讓神在我們裏面做王的 這個垃圾車就是代表 我們裏面很多垃圾 清理了 才能夠被聖靈充滿的 首先就是建立和神的關係 就是跟從神 聖靈講得很清楚 越跟從神要越夢幅 越逃避就越艱難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神你有個方法 不過我有個方法 很多人以為他比神厲害 我就等到我翌日老的時候 退休的時候 我才是夢主 我到了最後的時候 才相信耶穌 那我就覺得 我比耶穌更加醒目 耶穌有政策 我有對策 我只是投入少許 得到神的永心 和得到一些賞賜 那就夠了 以為這樣是好 其實越是這樣 它越是艱難 聖經都講到 如果不跟從神的事 是很困難的 我們明白天國 神的角度 第一 神就是愛 我們一起讀 在天國裏面 紅色代表是音典 綠色代表是我們 界明 我們應該做的 一起讀 凡在天國裏面 都必備神所愛 然後應該做什麼 應該愛神 應該愛世人 應該給此相愛 在天國裏面 首先 個個都給神愛 個個都是 不過是幾個愛神 就不知道 愛神的意思 不只是敬拜 而是真是說 神是最好 我很喜歡神 很體重神 神是我的一切 我將祂放在手裡 然後 祂愛周圍的人 以及彼此相愛 很多人回教堂 就找找看 哪個好朋友 坐在一起 沒有想到 我怎樣去祝福 那些有需要的人 這個是天國 是愛的角度 天國也是聖結的角度 因為神是聖結的 在天國裏面 都應該怎樣一起讀 必被神提醒 和家寧去活出聖結 就是一定是神提醒我們的 和給熱量我們的 然後跟著 應該愛神 愛人 這個應該做 下面所做 因為界面有另一方面 就是警戒 或者懲罰 我在懲罰 讀 臨前十六章二十二節 若有人不愛主 請人可坐可就 馬太二十五章四五到四六節 不做在主的小弟兄身上 要往永迎 就是沒有主要做主的身上 你看那個 比元綿羊山 比元 這些人要往永迎 那些人要往永生下去 就是說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們是信靠耶穌得救 但是當你真信耶穌的時候 你就會做在主的頂身上 你會使用你的恩賜 當一個人完全沒有的時候 他的生命是有問題 但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這是很清楚 就是說 我們在神的國裏 又是愛 是可以享受 不過也都是活在神的聖結裏 如果不是 就會有很多個問題出現 我們首先講神的愛 詩篇33篇5節 凡有經文一起讀 天地本 這個東西 我所說的前愛 神整地 你全地都看到神的愛 無論你看到食物 人我想最喜歡的是食物 睡覺 你喜歡睡覺嗎 是很舒服嗎 睡覺是很舒服的 是人都喜歡睡覺的 這個是神創造的一件事 讓我們享受 就算很簡單 你放鬆個人 深呼吸 你試試現在做一下 放鬆個人 深呼吸給他 試試看 放鬆個身體 有沒有覺得舒服 其實神做我們的身體很奇妙 神做的空氣很奇妙 你就放鬆個身體 你已經可以享受生活 不過很多人又不是很緊張 你都常常看著這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很難能夠真的享受 可以開開眼睛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神是最好的廚師 現在他突然愛 特意做給我吃 特意給我享受 他說神做母愛 是很特別的 因為神就是愛 所以媽媽會有這麼大的愛 一起說 而書寫說十五節 婦人一能忘記他的話 這件事 不連順他所生的兒子 即是說有忘記 我剛剛忘記你 這裡有幾個媽媽 這裡有幾個媽媽 這裡有一個媽媽 你試過去買菜 忘記了留了一個嬰兒在哪個地方 坐車 哎呀死了 不知道留了在地鐵 又說是 巴士呢 在哪個巴士呢 會不會留在那裡 是不會的 如果小孩子有病 就算媽媽上班 都會常常想著 打回來看看 寶寶和兒子 怎樣的 但有時候 倒過來就未必了 有時候有些嬰兒都會 不過多數都不記得 坐了 神比母愛 和父愛 很偉大 因為神就是愛 神就是這樣 經常想著我們的 很多人就 我跟很多人聊天 很多人問我 我靈命很弱 神對我不好 神對我不公平 很多人都這樣埋怨 但其實神是經常想著我們 有否發覺很多次 神一直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神時時一直感動 帶領我們 經常跟我們說話 感動我們 不要犯罪 都是神一直想著我們 就算動物 神都給他們有愛 很自然地 他愛他的子女 凡是一隻動物的狼狞 如果你去侵犯他的子女 他一定會攻擊你就算 一隻雞也一樣 跟一隻很小的動物 他也會攻擊你 這個圖畫 我可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否有看 動物的影片 我很喜歡看的 因為動物的影片 顯出神的創造 鱷魚是很特別的 鱷魚很兇殘,但他照顧的兒子是非常好的 他生了蛋之後,他會在附近,在水裡瀑在那裡 有沒有人偷過蛋,不是人,就是毒物 一直偷到他呼發,他聽到那些鱷魚 我裝得不像,差不多類似的聲音 他就會走去,他就會滑開泥 然後就把那隻鱷魚放在口裡 當你看著他,丹尾撞到口裡 你真的會懷疑,會不會咬穿他呢 稍微用力才是小鷹咬穿 但他會很小心地把那些鱷魚仔帶到下 然後一直把他照顧到長大 然後他才會離開去找東西吃 因為在那個小的地方,他是沒有東西吃 一直捱鱷,到那個鱷魚仔生出來 這都是神創造的 就算鱷魚,冷血動物都會有愛 不是神做多少漂亮的東西 是給人去欣賞的,是給我們去享受的 可能未必有人送花給你 但是神一天都送花給我們 周圍都是花,都是很漂亮 神是故意告訴你,我愛你 即是神是時事告訴我們 周圍你都看到神的愛 當他想到我們得救 盧家福音十九章十節一起讀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人子,耶穌來到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神用使用不同的人 神會將不同的意念放在你的心裏 我想回我信耶穌,神真是很奇妙的 神使用一本科學的書 一本物理學的書 科學家是信神,信耶穌的 他在裡面有說到 他說這個世界有創造 即是有設計 他說是有神創造的 我就很好奇 為什麼科學家都會說有神呢? 我就很好奇 帶起我去想找 是不是真的有個真實 而神就在那個時候 在我周圍 在我周圍 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想到你信耶穌的時候 是不是有些很奇妙的安排 有不同的人在你周圍幫你 以及預備你的心 這個是神的愛 很個人性地 根據你的情況 你的需要 你的心態 神就做功 是不是 神是很奇妙的 這些其實都顯出神的愛出來 但是聖靈不斷感動 我們之在一起讀 一項十六章八節 他記來了 就要表世人為罪為義受悶 自己責備自己 聖靈常都會提我們 一個基督徒 譬如我信耶穌 我發覺一件事 我忽然間 犯罪覺得很不舒服 那時候 我都不記得 我是在回教會 還是沒有回教會 因為我初期的時候 不是有人請我回教會 是神用特別的方法 也有同學請我去報道會 但是去完報道會 因為沒有跟隨 不過我參加了鹹獸課程 我就在那裡學習 我發覺我犯罪覺得不舒服 我就跟一個基督徒的同學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 我犯罪覺得不舒服 他就說 這就是聖靈的感動 我是很明顯 覺得很不同的 在和未信住之前 你有沒有覺得不同 還有一直到現在 都是的 他一直會提你 而且你越聽話 他就越提得多 那這個就是神很細心 每一個人 他都一直去感動我們 雖然我們很多次聽話 神會不會不管你 神會不會感動你了 不會的 神會一直感動我們 這個呢 其實神是很有內心的 所以我們深信 神真的很愛我們 用人的說話來講 神是很厚厚皮的 就是用人的說話 形容到神的愛 如果有一個人 即是當你和他 想和他一起 約他出街 或者聊天 他說你不要找我了 我不想見到你 如果他沒有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你還會再找他嗎 不會 即是你一個人 被拒絕幾次呢 通常都會一定 即是其實一次 多數都已經離開了 但是神被人拒絕 通常你猜幾次呢 你基督徒拒絕 一個禮拜平均幾次呢 你不聽神的話 一個禮拜平均幾次 你加起來幾次呢 真是很多次 所以當我想到 神啊 你真的一直感動我 一直帶領我 然後呢 因為我一直成長的時候 我真的發覺犯罪痛苦 還有看到神的恩典這麼好 又經歷聖靈 看到我經歷聖靈可以這麼好 還有呢 自己的生命改變 又舒服人 我就說 神啊我不想再令到你傷心 不想令聖靈憂傷 我真的決意憎恨所有的罪 因為罪真是破壞我們 破壞我們和神的生命 的關係 和破壞我們神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 但是神會一直感動你 雖然我們不聽話 祂不會放棄你的 這個真是很奇妙的 即使有些人真的離開教會很多年 他都會收到神的感動 所以大家在想的時候 哇 神真是好得不得了 是吧 還有神呢 用細心去服善每一個人 《詩典139篇5節》 你像我前後還給我 按手在我身上 即是 這裏講的神是和我一齊 善事 按手在我身上 你怎樣 怎樣說 神經常在我周圍呢 當我們犯罪 你覺得神會來 祂來找你先 是不是 不是你找祂先 不是你求主赦免 是祂來找我們先 在那時候很多人就說 神我不想祈禱主 你不要理我 人會這樣 但是神依然會感動 還有呢 沒有犯罪 神都會感動我們親近祂 神一直不斷和我們做工 不斷帶領我們 透過神的話語 神的工作更加明顯 在非洲有很多黑人 被美國和一些國家拿去做奴隸 這是一個圖畫 其實這個就是小兒科 這個奴隸要被他騎馬仔 這個小兒科 我曾經看過一套電影 講黑人的奴隸 他就講了一個白人 這個白人是老的 他就見到幾個小孩 黑人小孩跑過 他就叫停下來 放下 然後他拿一條件衣服 就放在兩隻腳補亂 其實那些 當時的那些白人 很多真的 這個都 可以說都不是最極端的 有些更加極端的 那就是 那些奴隸 那些奴隸 真的用很多方法 要服侍他主人 隨時 那些主人說 你來吧 那奴隸可以說不來嗎 不可以 他一定要來 如果他不聽話 他可以很嚴厲地殺死他 那我想問大家 神是不是我們的奴隸 神是不是我們的奴隸 不是的 但是神服侍我們 比奴隸更長時間 是24小時 還有更有心 奴隸服侍主人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次 假如常常都是我服侍你 為什麽不是你服侍我 我都不公平 你以為做奴隸會不會這樣想 甚至奴隸主人的心裡 該死了 看你又生病 該死了 因為你利用我這麽多 傷我這麽多 我相信很多奴隸都會奴隸主人 但是神一直服侍我們 神有沒有 你經常都不聽我說 我要奴隸你 神是不會的 所以我們想到 我希望大家 時時去想神 我經常都在想 所以我一想神 我已經很喜歡神 我曾經跟很多人說 你多些感謝神 讚美神 他們說 我不想到什麽讚美神 我看到什麽都是美好的 你的衣服就是神做棉花 和不同的質地 神做了棉花 其實很特別的 就是種子有一條條毛 生出來 神就給人有這個智慧 可以將它整成一條線 然後積三 其實是 用神用這麽簡單的東西 但能夠滿足到人的需要 這都是神的愛 你周圍看到的東西 都是神創造的質地 和神給人有不同的智慧 都是神給我們好好的故事 所以我想到神 我很喜歡 我希望大家 經常深信 神是很容易找的 不是覺得他難的 譬如有些人 我不知道你會試過單戀 有些人小時候會單戀老師 你會試過單戀某個同學 可能很想得到他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 他也是在單戀我 那你會很開心 但如果你一直在單戀他 但是 你別人喜歡他 或者他喜歡別人 你可能會妒忌 但是神 你永遠不用擔心 他永遠都在單戀你的 如果你愛他 你就會互相相愛 就是他永遠都在愛你 所以不難的 是不難的 找神是很容易的 所以聖年衝去很容易 但有很多人為何這麼難呢 因為他心想 神都說不好 哎呀做人很難 哎呀很慘 心裡面裝滿了那些垃圾 所以他覺得神很難 但我整天都覺得神是非常好 因為祂是整天都祝福我們的 聖年不斷為我們的罪擔憂 以及不斷討告和感動 一起說 《以復所書》《詩章三十節》 《必要叫實力聖靈擔憂》 由羅馬宗法章二十六節 況且我們軟弱有聖靈光重 我們會不曉得當陣日討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初來 在坦積看我們討告 這個講到當我們犯罪 聖靈就會擔憂 然後這個講到我們有軟弱的時候 時常都是聖靈幫我們 我們不懂得怎樣討告 但聖靈用說不初來的炭色 替我們討告 到底這個說不初來的炭色 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可能性就是 聖靈在天上為我們討告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在心中 他感受到你的罪 他的心就有一種炭色發出來 讓你感受到他的憂傷 他的不安 當我們看這兩個情況 我覺得這裏所說 尤其說到聖靈都為我們擔憂 所以他是將這種擔憂 傳遞給我們 是我們可以經歷到 所以這個經文所說 不是說到聖靈很遠很遠為你祈禱 而是他在心裏 他感受到你裏面的罪 他感受你裏面的軟弱 他一直為你祈禱 他將他的意念傳遞給你 他一直用說不初來的炭色 傳遞給你 讓你被他改變 這是一個很親切的關係 是很親切的 有些人都找我輔導 有些夫妻 多數的情況比較是這樣 那些太太就說 丈夫又不跟他聊天 又不跟他聊天 又沒有反應 又不說他內心的事 因為男性通常來說 比較少說內心 這兩方面都要工作 女性就盡量去引導丈夫 和她有什麼溝通 立即欣賞她 而丈夫也要學習 如何跟對方溝通 很多時候都發覺 兩方面很難有好的溝通 但是神是不斷跟我們溝通 他不斷感動我們 所以當你想到神的時候 我希望你好像我這樣 我是很喜歡神的 我真的時刻都說 我心裡又充滿喜樂 我時時的心裡 都是被神所吸引的 如果有人救你的命 你會不會感激 你會很感激 你說 本來我應該死的了 現在你救了我 其實我有三次 撞車死的 而最後一次是很嚴重的 我只是說耶穌 我也不知道這麼快要來你那裡 但是神在最後一陣子 也不知道車在哪個位置 可以走得走 即是走得到 結果是最後一刻 沒有撞在我那裡 撞在我的車裡 那我真的覺得是很奇妙 那我真的 心裡給得很感激神 就是神救我的命 其實我很多次都覺得 如果不是神保守 我可以什麼都失去 但是神祝福我 所以希望大家都說 神啊我什麼都沒有 本來跟我一起說 神啊我本來什麼都沒有 是你救我的命 又將這一切給我 將那麼多福氣給我 他們幫我經常記得這些恩典 經常感激你 經常愛你 當你有這個心 你是很容易被聖靈充滿的 如果你有個很好的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你會不會很興奮 我的男朋友多好 我太太真的 我見過這麼多太太 我所認識 我是沒有什麼見到 這麼好的太太的 希望我不要介意 為什麼好呢 他真的是很細心 即是他有什麼事情 他很關心 譬如今天 他特意早回來 請我下來 譬如說 譬如說 他一知道我的卡 或者什麼 他馬上跑去拿水 有什麼事情我需要 他馬上就會做 是很細心 是時時都想到我的需要 譬如在我生意的時候 他做了很多個心 在鏡子裡 每一個心都寫了一些信息 即是他是用很創造的方法 他時時都想 即是我們 我跟他說什麼 說話 一說 喜歡跟他在一起 約去哪裡 他是很開心的 他整個人 開心得不得了 即是這種反應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 我會很感激他 也都很想珍惜 那我想說 其實神愛我們更多 所以我愛神遠超過我愛我太太 我是很珍惜她 而我是想到 我太太是神賜給我的 我是會很珍惜神給我的一切 因為神真的好得不得了 耶穌有沒有好過你的丈夫或太太 或者你周圍的人 但是我們有沒有對他 即是對耶穌那種好處 神啊你這麼好 我真的要全心全意愛你呢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 就一定會結出果子的 有沒有人給你一間大屋 還有你需要一切 是神會給我們 今生和來生 是永遠的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經歷到意外的供應 神會給我們供應 給我們能力可以做功 我們多謝神 你給我們一切 還有永遠的住處 永遠遠遠 在天堂那裡是永無止息的 是永遠享受的 真是好得不得了 還有神會提升我們的生命 中國的里齡有壽四個世界冠軍 很厲害 但是神給我們怎樣 給了前書五張四節 你們必得打永不殊殘的榮耀觀念 這個榮耀觀念不只是將來的 是今天 當你走神的路 神就叫你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神就會在你生命中做尊貴的事 為你開尊貴的路 神真的會為你開路 神為我開路很奇妙的 神為我開不同的國家的路 讓我去祝福不同的國家的人 賜給我很多好的教導 我太多教導 很想告訴別人 而那些人去到都是說 覺得很好 很實際 很簡單 很實際 譬如說到神的愛很簡單 他們都說 我們經常都知道神的愛 但沒有這樣想神的愛 沒有那麼容易覺得 跟神有一種親密關係 還有怎樣處理生命 如何服侍都是很簡單的 又但是深入此出 我解經的時候 講出神的恩典和聖情 很多人看來都說 覺得非常好的 那我這些不是說我自己 是有神給我 是神教我的 是神給意念我的 是神給意念我的 他時時給意念我的 神都給你的 他給你的時候 你一定要收 應用出來 他說你不要犯罪 你要聽話 當你每次神提你 你都馬上聽話 神就會指示你當行的路 祂就會給你不同的教導 和為你開不同的路 神會提升你 譬如你來 十四個冠軍 很厲害 覺得很榮耀 但我們的榮耀更大 當神看重你的時候 其實神知道哪一個的心 祂知道你的心 祂知道你的心 你的心有多少愛神 有多少愛自己 祂知道的 你的心有多少給耶穌 祂知道 當你的心真的給耶穌 祂是很喜悅的 祂一定有大大的祝福 神在每一個人生日 有奇妙計劃 詩篇一百三十九 十六到十八字 一起讀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明了日 你寫在你的賊上料 神啊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寶貴 祈蘇何等眾多 我又數點 比外山更多 就是祂在每一個人生日 都有奇妙計劃 不過這個奇妙計劃 不是自動入 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說 是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才能夠察驗神的善良 無能純存可欠的旨意 神在你個個都有奇妙計劃 其實你不用擔心 你將來有沒有配偶 神在天上寫了 祂走不甩 祂是走不甩的 你只要你聽神話 便會走得到這條路 但很多人心急用自己的方法 走到不是神要祂的方法 還有很多人就算得到神給祂的那個人 但祂不需要珍惜 但是神已經為你預備好 你只要走神的路 但是神亦都預備有些人是單身的 那你又不要說 我單身就很慘了 不要緊的 你單身有這麼多時間服侍主 你如果看一下很多婚姻 如果你探訪 訪問很多結婚的人 祂都會告訴你很多困難 其實你單身是自由很多的 在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 我是打算單身的 我是打算單身四爲宣教 不過神在我生命的家 有不同的計劃 其實我單身我又開心 我結婚我又開心 因為不同的生活的方式 但是神也有祂的奇妙計劃 在你的生命也有奇妙計劃 我一起講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我要活出這個奇妙計劃 我要活出這個奇妙計劃 阿里路亞 當我們以上所講的關於神的愛 我們怎樣回應呢 我希望每天我們有這個恩典的禱告 恩典的禱告是怎樣呢 宣告神的愛 神啊你在愛我 你可以加上回應的 感謝就是 多謝你愛我 多謝你陪伴我 多謝你感動我 多謝你時時沒有放棄我 為什麼有這種奇妙很重要呢 因為很多時候 基督徒會覺得 哎呀我今天又 哎呀我狀況不好 狀態不好 哎呀我今天又犯罪了 我又沒有祈禱了 我又軟弱了 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都沒有什麼用的了 我做不到事了 那些人又不喜歡我 很多時候人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神是告訴我們 他不斷在愛我 所以我們不斷要 將這些神的恩典宣告 神在愛我的 我是很寶貴 我不用擔心 不用被人影響 別人對我不好 神也是對我好的 那些人阻礙不了神的計劃 你信不信信這些東西 當你時時這樣宣告 你的心就會有信心 有信心是我的定義 跟很多人不同 很多人說信心就是 我要加強我的信心 你要很強的信念 其實信心不是這樣的 神是甚麼 神做事我放心 他答應做我一定做 我放心 放心就是信心 就不是 啊 吹覓自己 我要信得更強更強 也就是說 我信得過神 他一定對我好的 這個宣告 神的恩典就討告 然後呢就回應神了 神啊我愛你 我需要你 我知道你就在這裡 神啊我幫助你 我知道你很喜歡我向你討告 即是時時有這種互動的討告 就不是說 神啊你在哪裏啊 你在哪裏啊 而是神我知道你在愛我 所以我去祈禱你一定聽的 這個信心是幫你 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我不怕 我在星期一的課程 我是說 大災難世界末日啟時錄 剛剛這四課是說這件事 其實聖經講到 這是以前沒有 從來沒有這樣的災難 以後都沒有的 是非常大的災難 但是我不怕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我在神的手中 就算我要信道 神會給我力量 神也會給我有額外的恩典 並且永遠紀念 我不是特意要去信道 不過如果神要我信道 我說不要緊 在神的手中我不擔心 因為我知道神是最好的 這種信心 不要覺得神是後母 有些人真的覺得神是後母 神比別人好些 比我不好 經常都不給我老公 經常都不給我好老婆 經常都不給我錢 很多人對神有這種負面的感覺 我希望大家深信 神是真的好好的 那你說 我的確我現在的老公老婆 都不是很好 那神這樣對我 其實神是可以幫助你改變的 改變這個環境的 就是 我其實在網上 你可以找二牧師youtube 他有教導關於婚姻的 那些是會幫助到 幫助到你怎樣能夠 在婚姻裡面慢慢慢慢 一邊將它玩回 一邊將它改變的 那就是說這種關係 你在境界的時候 我不是只唱歌的 我心裡想著 耶穌你在愛我 是很過人性的 我鼓勵大家祈禱的事 不要向胸氣祈禱 有很多人說 耶穌 多謝你 耶穌 就是想著向胸氣發出 而是 想著耶穌就在那裡 神啊我知道你在愛我 你在前後環境我 你在祝福我 你不用想他的樣子 神你現在在祝福我 在愛我 和他一種很過人性的關係 無論什麼發生 都是神你看著我 你在幫我 這種個人性的關係 要用長的時間討勞 你便容易被性命充滿 你便隨時隨地 還有行路搭車 你都視著這種狀況 好了 接著下面呢 我們就講到處理 另一種心態 就是很多人呢 知道神愛 但是覺得我可以走路 很多人都覺得 我可以走路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經常覺得我有方法 有些人說 僅僅得救 曾經有個人問我 他說牧師 考試又僅僅合格 我怎樣可以僅僅合格 僅僅上天堂 就可以了 我做最基本的那個 那我就不再做了 等我可以 到天堂 就夠了 這種心態其實很自私 只是想得到他要得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不是這樣 而是明白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的手中 一起讀 詩篇二十四篇一節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 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 所有這個世界一切 包括你銀包的錢 聖經講到 這些不是屬於我們的錢 是用別人 講到這個不義的管家 這個不義的管家用他主人的錢 但是將來到他最後的時候 是會幫他的 耶穌就說 這些錢其實不是你的 你的恩賜不是你的 是神加訪給你 你善用 將來神會大難的賞賜你 不能就雞的 一起讀一下 詩篇一三 八三十九篇第七節 我往那裡去躲避你的靈 我往那裡逃 躲避你的念 你走不走得掉 你能否做一些事情 神看不到呢 你能否去意念 神就不知道 神是甚麼都知道 你不能走雞 你不要想著走雞 你以為你走雞是最蠢的 是因為神是最聰明的 而神就說了 你先求的國和義 這一切就加給你 其實神答應 你就相信 祝神這個影響 我先求的國和義 一切就加給我 很多人說 我曾經講這個教導 他曾經說 為何我婚姻這麼不好 我的兒子又不好 我侍奉又不好 神為何愛我呢 我問你有沒有先求神的國 是否真的將神看著守衛 因為你只是想我自己得獲 當你的心整天都是 我想神的國 第一包括恩典的國度 想更多人進入神的恩典得救 另一方面就是讓神作王 神作王的地方就是神的國 在天堂神願願作王 所以那些基督徒是很喜樂的 很聖結的 在天堂 還會不會有不喜歡某個基督徒 我不想採取他 我不想見到他 會不會這樣 地上有時候會 但天上是沒有的 我最近發現一件事 有些基督徒的群體 那些群組 有些是彈話群組 攻擊群組 我有一時覺得 為何基督徒會做這樣的事 他們覺得他們在做的事 他們覺得是對的 因為他們覺得我也是錯 但聖經沒有說錯 你將傳給幾十個人 或幾百個人聽 這不是聖經的教導 但他們覺得他們在做對 有很多人不知道 他們在做的事是不合乎聖經 他們都沒有去想 他們是否讓耶穌的國度完全掌管 如果是完全掌管的時候 你的家是否好像天堂那樣 真是時時都是給錢相愛 經常都想對方 你經常想 你的太太、丈夫 或者兒女 你的父母 如何去祝福他 你時時想去祝福他 你就是神的國在你心中 在教會有沒有 有時不喜歡某個人 有些人抗拒某個人 分黨 這都是人 沒有給神作惡 如果你完全不讓神作惡 神是我的生命是你的 我錢是你的 我時間是你的 我財光是你的 神就會將這一切加給你 神真的賜給我一切 我很驚訝 祂讓我的經濟可以去不同的地方選交 比起有時我們 剛剛我們就幫肯亞那裡建立聖經學院 那我一發出那個訊息的時候 本來我們想幫他建一間學校的 即是一間班房 但結果有足夠的錢 我們又會建兩間 神會供應多過我求所想的 即是我在不同的地方 我主要是宣教 但神都有時 給我有經濟可以幫到當地的人 即是以我一個人 我就是那些學員 跟著我 他們的奉獻 竟然可以做到這麼多 這是神的一別的地方 先求神的國 一切加給我們 言根從神 我們記實一定是有仇苦的 一起讀 詩篇16篇4節 以滅神害去燃爛爹 他們的仇苦變加賜 心理記28章十節 你日不聽從耶穀華 你神的話 不僅受進行 他們一切皆明律禮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們 這以為你的咒作都會追隨你 又不到你身上 聖經講了犯罪 和以別神 或者是看重錢 看重上網 看重娛樂 看重色情 這些一切 必定是受苦會加賬的 而其實就是 神是很容易親近的 事實上是神經常親近我們 神是最容易親近的那個 詩篇1845篇18節 凡求告耶穀華的就是誠心求告他 耶穀華免以他人相對 只要你悔改信靠耶穀 你尋求他 其實他會找你先的 但你一回應 他一定不會放棄你 他一定是時時祝福你的 那你會不會呢 時時都真心愛他 因為我們每一個意念 都不能夠逃脫他的眼目 看四六二章二三節 我是那賊害人 廢虎心長的 並要照人得行為 報警的意念 我們所有的意念 神都要賊害 我發覺很多時候 我會有這樣的意念 忽然間會想到某一個人 有些人想到某一個人 就說他真是壞了 他這樣對我 但我一想到某一個人 我就說我有沒有做錯呢 我怎樣可以改善呢 我有什麼做得不好呢 我下一次怎樣對他更加好 神就會這樣提醒我 我希望大家想到某一個人 他怎樣不好 你都說我怎樣可以改善他 怎樣可以對他更好 這個就是真是回應神 這裏講到下一點 就是處理生命的問題 而第一點就是不要被人影響 以致失去神言命 因為太多人是被人影響 基督徒多數都是周圍的人很煩 很猛狀、很激氣 所以受他們影響 面對人實際的人 如果我們一信人就信一上天堂 就很簡單 一信一上天堂 就很簡單 不過世上的而且我很多不好 並且有些是在基督徒中間的 很多爭鬧、驕傲、自卑、低沉、指控、閒話 的確是事實上會發生 那是不是有不好的人 我們就永遠都不開心呢 好似這個女人哭得這麼深 我哭得很壞 很壞 那些人對我不好 是不是有人不好 我們就是這樣 到底她不好 是不是站在她身上 所以我哭都是她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在誰身上 還有值不值得為人 她不好 所以我要這麼痛苦 其實是不值得的 而神呢 給我們有喜樂 我們可以選擇的 詩篇十六篇十一節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滑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又會永遠回覆我 是有很多因點的 我可以選擇 在人是拿不到的 而神所定的日子 已經寫了賊償 我已經有個計劃 所以我可以有健康的安全感 就算有人罵我 我的價值不會改變 一起跟我宣告 就算有人罵我 有人看小我 有人傷害我 我的價值在神裏面 他不能夠拿走我的價值 他不能夠拿走我的價值 有失句給你的歌出賣 《蒼仔記50章20節》 他說從前你的意思是想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要保存他 他能否成就今天的光景 即是有人害你也好 不要緊的 神會保守你 神會祝福你的 這個CV1818.6節很重要 我希望大家記得 神會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樣 羅馬書8章31節 神會幫助我們 誰能抵擋我們 其實有神幫助我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樣 其實人都是必死的 神讓他做任何事情 他做不到 他不能拿走你的 所以人能把我怎樣 我不用怕的 這個世界的人都是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 不過有兩種反應 當這是罪人 兩種反應 一種反應 一種反應 一人這麼壞 教會的人都很壞 思維也很壞 政府也很壞 全部都看不起 看不起的人 這種一種反應 另一種反應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問題 連教會有這麼多問題 我真的要祝福去改變 去更新 去復興他們 兩種心態 有些基督徒說 哎呀我放棄了 我以路傳道人都是這樣 我不願意服事 我只是自己聽到就算了 另一種反應 既然有這麼多人軟弱 我們就可以做些什麼 可以改變 但有些人 我一個人做到什麼 但其實一個人真的肯聽神的話 你可以做到很多 我自己發覺 我去不同的地方 神真是使用我 如果你有興趣 你上海去看 還有你可以加入我們的卷孫群組 你知道我們去哪裡 你有興趣 你可以參與 可以讓你能夠看到 我們怎樣幫助人 讓你有信心 我們下一堂都會講 怎樣幫助人 接受沒有人是原理 不要緊的 找到他的錯處 就算找到全人的錯處 是怎樣的 是人都有的 所有人都有的 你自己有好 你想想自己有 自己有 人都有 人的負面說話 我們記實 這些不是真理 很多人就當真理 他罵我 說我蠢 有沒有搞錯 他說我蠢 就當真 這句說話很認真 這句說話是魔鬼的攻擊 是不要緊的 是魔鬼的說話 不用放在心上 但很多人就說 哇 他是我老公老婆 他是我的弟兄姊妹 是我祖長 他這樣說 有時候人就不接受不到 人是一個罪人 人可以被魔鬼使用 他的罪性情 可以說出一些不好的說話 我想問大家 你有試過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有的 我們裡面的激情 有時候會爆出來 我們會說 別人都會說 所以有時候別人說 不用緊張 即是他一時的衝動 和那些負面說話 劃清界線 即是說 這個人在說負面說話 他用一個擋箭牌 他就是擋著他 擋著那些說話 那些說話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那些負面說話 留在胸裡多久呢 短調中 一說完就沒有了 但可以留在你心裡多久呢 一輩子都可以 有些人一輩子都可以留在心裡 哇 其實很不值 人家說他一句 可能那個人都忘記了 都忘記了 都忘記了說過他 哇 他記得一輩子 一輩子說 哇 他說我蠢 哎呀 我真的很蠢 哎呀 我經常都蠢 哎呀 我經常都蠢 我做事都很蠢 經常都相信 沒有人喜歡我 他不喜歡我 他不喜歡我 我都不喜歡我 有時一輩子都是這樣相信 反而神的說話 就不是相信我 所以我們分辨到 什麼是不好的 什麼是好的 你分不分辨到 人家的好說話 跟不好說話 能不能分辨到 那你是不是受到哪樣呢 應該受到好的 但多數人受到不好 好的那些 他不斷地讚我 他不斷地多謝我 但那些不好呢 哇 我做了那麼多 他這樣說我 哇 很緊張 對不對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自我 我們頂不順 我們頂不順 是否值得因為人的罪而失去神的恩 是不值得的 即是他不好 我為什麼要失去呢 我有那麼多神的計劃 是不值得失去的 是很簡單的道理 你分不分辨到髒水和乾淨水 你看到這些髒水 你會不會喝呢 你不會的 是吧 你一定喝乾淨水 但人不知為什麼 找一些負面的東西 反覆思想和傳播 我還在小的那些群組傳播 我現在傳傳幾十幾百個人 其實我們小心我們在群組說了什麼 我們小心我們同人說了什麼 同一個或者同幾十個都是一樣的 是嚴重的 其實所有負面的東西就是髒水 但有很多人每天就是喝髒水的 那我希望大家 你喝什麼呢 正面的是用神的那些說話 和人的正面的說話 全都人所說合乎聖經的 我們就放在心上 我們就記實這些道理 你那些人 神那麼愛我 我就記實 正正我講那麼多神愛你 你有沒有記不記得 神經常都掛著我 你就放在心上 你回家被人罵 你又不要記住那些 回家被人罵 我還是記住神的說話 如果神經病 說你是蠢才傻 你能不能夠 你會不會經過一生影響 你走過你就 哎呀 他都知善的 他人都罵我了 那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其實 罪人 說的說話 和癡善佬 是差不多的 罪人一樣會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我們就同樣 但你不要說 你是 癡善佬 你看重他的心靈 但他的說話 你不用放在心上 你說不要緊 你說他的軟弱 他講得不錯 那時候 同樣 就是神經病 說話 你可以 turn off 同樣 有些人說話 你說不要緊 其實我已經習慣這個 因為我真的 時時都有這些經歷 不是 真的很多 總之我經歷過很多次 經歷過很多次 經歷過很多次的時候 我開始看到人 很多問題 但我又經常都決意幫人 就算很多人對我不好 我都依然傳訊息 是正面的 還有處理憤憤不平 詩編三十七篇八節 當止住怒氣 離氣憤怒 不要心懷不平 以致作惡 但很多人就覺得不抵 有沒有搞錯 他敢對我 我一定要報復 起碼挖獎眼 讓他知道我生氣 你挖獎眼 你有沒有賺到一些東西 但好像覺得 不要望他 讓他知道我生氣 就好像剩下一點點 其實不是 憤怒不平 是自己傷害自己的 憤怒人 是自己受苦的 所以 在心裏 很重要 不是禁止那些 心裏面的不平 而是說不要緊 很重要 很多人是這樣 被人說句話 立即打倒 然後 神幫我 癒我 耶穌幫我 我會說 親眼神 慢慢又好 第二次又來 又受個傷 我告訴你 是怎樣 好像太極拳 四兩射千斤 他一打過來 一射射開 他一直說 你沒有用 不要緊 神難我有用 首先我在地方要學習 我需要學習 OK 不要緊 有些什麼沒有用 你告訴我 我什麼沒有用 我怎麼可以 用一個很正面的方法去面對 心就鬆軟 這個道理很簡單 髒水 不要喝 乾淨水 但很多人 就是一輩子都分不了 這一道理 很多人都分不了 我很少見到有人 看到有人說什麼不好的說話 即是說 不要緊 沒有所謂的 不要緊 不用放在身上 很少人 多數人都是被影響的 剛才幫助我們 能夠收對面 平穩安靜 還有把負面說話 倒掉 不要想 不要想 我的比喻 如果有人 判一些糞便在你身上 你馬上會怎樣做 走 如果偶然被他 留不到 那你怎樣 放在他那裡 要報復 這個行為 放在他那裡 放在他那裡 如果偶然 臨在你身上 你回家會怎樣做 就說 立即洗 當然是 有個人就這樣 回家 不要搞錯 這麼臭 這個人真是臭 真是臭 每天都聞 每天都不洗 每天都在那裡 你當然說 這個人都是瘋子 但仍然就是這樣 人家說話 每天都聞回 每天說回 每天想回 每天受苦 就是那些垃圾 不肯倒 將那些很多的東西 傳在心裏 我們求主幫我們 將神的說話傳到心裏 同時搖述 他說 這件事很多人覺得很難 那鎖匙是什麼呢 鎖匙是 我們自己得罪神 很多次 神都捨棄他 然後我們看出 傷害我們的人 其實他們受了很多傷害 其實他比我們 他們可能沒有耶穌恩怜 或者有耶穌恩怜 他不懂得被耶穌改變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很慘的 我們就看出他們 還有我們放手 不要緊的 那些傷害 他說我怎樣 又不是真的會死的 而我不遙書人 我自己又受苦 神又不赦面了 所以我就去遙書 看出 然後遙書 又祝福 我自己經歷過很多次 曾經有人迫白我 在我經歷聖禮時 我最初在想 神會怎樣審判他 但是神提我 不要這樣想 神叫我去想 祝福他 神要求神幫助他 按照他的方式 他不接受聖禮充滿 他按照他的方式 真的在神面前是忠心的 有天神會稱讚他 我會這樣去想 讓我不要對他有負面的想法 並且我說 如果神讓我看到他 我要祝福的話 這個在我心裏完全鬆散 其實我發覺 我洗碗、掃地、行路 有時忽然想起一個人 不同的人 你有沒有想起不同的人 忽然想起 那些時刻就是神想你處理 可能他對你不好 或者你對他不好 或者有什麼事發生過 你就在處理 你說不要緊 我可以祝福他 這個就是你的生命的提升 就是能夠延書人 而且很重要就是連率人 這個世界的人都是不好的 所以他們需要連率人 而神是喜愛連率 不喜愛祭祀 神歡喜我們連率人 你連率人 你就是神起業的人 我們一起說 我們連率人 就是神起業的人 這個世界缺少連率人的人 我要做一個連率人的人 是神起業的人 下令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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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有多不多 寄願的 講壇話多不多 其實都多 所以我們要改變這個未分 如果我們知道有人在講壇話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怎麼可以幫這個人 我們怎麼為祈禱 就不要加上把嘴巴說他不好 我們怎麼為祈禱 怎麼去祈福他 好 好了 我們講講 聖過罪 其實很多人覺得很難 好 我有神給我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感謝神 這是神的榮耀 神的榮耀 第一 我們明白 犯罪必定有帶來 不好的後果 一定有破維性 在某些情況 是會有懲罰 犯罪會帶來懲罰 薩摩爾記下十二章十節 這裏神跟大衛說 因為你犯的罪 所以刀劍必不離開你的家 其實神是在那裏 我最近曾經有一個人 其實這個人沒有找我 是他 即是他令到一個女性 覺得很困惑 來找我 因為這個男性 應該是有不同的女性 他跟他有性的關係 現在他是追求這個女性 這個姊妹 並且又想跟他有性的關係 在這個過程 我就聽到一些這樣的說話 這個男性就說 他説 我都向神悔改了 要什麼護師處理呢 他説我已經祈禱 求神赦免我 要什麼護師處理呢 他的觀念就是 我做錯了 我以前跟幾個女人上床 其實他是侵犯這些人 令到他們以後生命留下污點 但他説 我已經求神赦免我了 那牧師要什麼處理我呢 他有這樣的觀念 他以為我犯了罪 我犯了罪 我犯了罪 就搞定了 但聖經不是這樣說 聖經講到 這個罪有罪的後果 罪有罪的懲罰 這個罪 要傷害那個人 也要傷害自己 所以我們知道 求神赦免 神會赦免 但是罪的後果是不會拿走的 當然神是會幫我們 當我們真的聽神的話 神會幫我們 但是我們不能夠 我昨天赦免了 就當沒事 是真的有事發生 譬如很簡單 有一個人去偷東西 偷東西 他悔悔 但他終於坐牢 終於坐牢 然後留案底 是的而請客留下案底的 是的而請客以後 找功難的 另一個女性懷孕 那個女性以後都受苦 是有一個後果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 有些罪嚴重的 但有時你說 我生日 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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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一些憤怒 都是有破壞性的 另一個在新約的 善良主義五章 那裡講到 阿拉尼阿薩菲麥 他們因為很多人都奉獻了 那些行屋賣了錢 賣了錢 賣了錢 他們又賣了 他們就留下一部份 那給你問他 是否全部在這裏 其實他可以說 不是 我留下一部份 不要緊 比德說這些錢都是你的 你給不給 又不來 不過他又要讓人知道 讓人知道我奉獻了 他就說 全部都是 但比德說 為何你欺騙 你是欺凶聖人 他即時就奉在地上 這個是新約時代 如果神用這個方法對我們 我們就不會記一個其他道 所以我們說 罪有破壞性 一起跟他們 罪有破壞性 罪可以帶來懲罰 不要輕看罪 還有犯罪 很多人為何處理不中罪 因為他覺得罪不重要 我求聖面就好了 他在看色情網頁 不緊要 我求耶穌聖面就可以了 其實是留下一個破壞性 會帶來管教,例如《犯罪》12章10節 犯罪給魔鬼留地暴,有些人叫我們跟他趕邪 但他總是趕不到,始終不肯饒舌,不肯放手 一路傳染在罪中,不要給魔鬼留地暴 當人繼續生氣的時候,就會給魔鬼留地暴 或者其他罪就給魔鬼留地暴 《二筆所書》4章26節至28節 《二筆所書》5章14節,一個是38年患病的人 得到醫治,耶穌說什麼呢?一起說 你已經全而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更加刑害 他病了38年,更厲害,即是如何厲害 還病得更厲害,或者更加被邪靈影響 即是犯罪是可以叫我們的生命更加遭遇得更厲害 你想不想遭遇得更厲害? 不想,不想的時候我們知道罪是很嚴重的 什麼的罪都是嚴重的 即是知道它的破壞性 順著情慾殺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一定是收敗壞 凡是規決神的榮耀就是罪 因為有些人覺得犯罪就是打人、罵人、偷東西 覺得那些是罪 但其實其他這些都是罪的 有些人說擔心,每人都擔心 都沒有人擔心悔改 憂慮,因為總之你不是顯出神的榮耀就是犯罪 憂慮,埋怨,悲心,情慾,講閒話,負面的思想情緒 很多人都是負面的想法 不發揮生命,浪費生命 就像這個人這樣,經常都是看電視睡覺 浪費的生命,這都是犯罪的 我們是不是有很多的罪 神啊,我征服這些罪 很重要處理生命,我征服這些罪 我們才能夠對付這些罪 體協肉體就是以神為仇 即是好像這個人打 跟耶穌打,體協你的肉體 正是我想得到什麼 這樣的時候,你只是為了自己的仇 都是以神為仇 還有這句經文,我很久不太明白 《雅各書》二章十字一起讀 《因為凡遵守全論法》 只在一段長片,他就是犯了重要 為什麼會犯一條,犯了重要呢? 很簡單 譬如你生氣一個人 生氣他的時候,就影響你和神關係 又會影響你對人的看法 又會影響你教會生活 又會影響你的事奉 就是任何一種罪 都會影響我們 譬如看色情片 什麼都沒有信心 即是覺得自己人是孤偉的 或者和人的關係不好 有傷害的人 心裡面始終有一個痕跡 整個生命受影響 影響到什麼呢? 影響到和人的關係 和神的關係和自己的生命 全部都受影響 每一樣罪都是很嚴重的 而悔改,神一定赦免 我們認知自己的罪 神是公義的 信實是公義,一定赦免我們的罪 憂傷痛悔的靈神 憂傷痛悔的心神 必不輕看 靠著耶穌可以得性有餘 怎樣得性有餘呢? 神給我得性報告 其實是一個處理生命的 神用的方法 我讀一讀黃色詞 第一,留意 第二,破為性 第三,用聖經反復處理 第四,親近神 第五,持續選擇順服 如果簡單 第三,就是聖經 第四,親近神 第五,就是選擇順服 這個其實是神的方法 你有沒有發覺 自己忽然間聖經提醒我們 你有罪了 就是留意到 咦,我有罪了 接著神就告訴我們 這件事不好 你知道這件事不好 這是破壞性 接著神就給你的意念 嚴恕人 祝福人 聖結 接著神幫我 接著我們就說 好,我聽話了 不過很多人 神感動了幾個月 幾年才可以聽話 有些人一路生氣 丈夫生氣了幾十年 後來才悔改 曾經有一個牧師 有一天他回家 他的牧師 我跟他講 我不知道他怎麼稱呼 我老公 我原來這麼多年 我傷害你很多 那個牧師說 哎呀,終於你明白 這個要點是這樣的 他帶這個路 說傷害他 他不知道 但那天他聖靈感動他 聖靈感動他很久 他都不出聲 但他到了很多年之後 他才承認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一輩子都不肯出聲 到最後神感動 他真的願意改變 希望大家都是神一感動 就立刻去留意 立刻去改變 這個方法很簡單 你留意到有犯罪意念 鑰匙怎麼處理心理 就是一有意念 一有罪意念 立刻在裡面處理 我留意到 我有點生氣人 我立刻深信有破壞性 這個破壞性 在我來說有一個很大的動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我真的幫了很多人 神又給我聖靈充滿 又給我這麼多智慧的教導 你也可以有全部 免費送給別人 你每個都可以用 可以用來傳開的 或者你其他的教導 你每個都可以很寶貴 我生命這麼寶貴 為何我因為 罪意念破壞呢 於是 我就留意到了 我就知道有破壞性 我就用聖經觀念處理 神叫我做什麼 然後我就祈禱耶穌幫我 接著我就選擇 譬如我一發覺 我有些不喜歡的人 我立刻說 我不喜歡的人 她有問題 為何我要不喜歡她 是她的問題 我就祝福她 即是我在裡面 我立刻處理 如果我見到一個很性感 穿衣很少的女性 我一望不對勞 立刻離開 立刻不要想 不要再看她穿什麼衣服 這個就是在裡面 立刻處理 這樣我們就能夠 其實任何一個人 為何我們繼續煩惱呢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不重要 如果你看過一個人 去店裡 不停偷一些東西 然後被人抓去坐牢 可以抓去坐牢 你看完會怕 會怕死了 下次我不敢追 同樣 我們看到原來罪那麼可怕 我們就提醒自己 任何罪都有破壞性 這樣的時候 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們一起宣告 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不要被人影響 不要留在罪中 我犯罪又破壞我的神律計劃 我走在神的路必定蒙福 我可以放手 我不用生氣 我不用生氣 我不用有污蔚的意念 我不用有負面的想法 我不用有負面的情緒 你立刻 你就一直處理 你不處理到怎樣 耶穌啊我搞了你幫我 耶穌很喜歡的 立刻會幫你 耶穌我真的需要你 和你宣告耶穌你一定幫我 我一定可以承諾 其實當你知道它這麼嚴重 你一定會處理 我用一個比喻 用我自己 如果有一天你聽到耶穌斯 哇他現在犯了大罪 他不可以再侍奉 你聽完你覺得怎樣 哇有沒有搞錯啊 耶穌斯都這樣 你會覺得很可惜 到最後那個不是耶穌斯 是你呢 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哇有沒有搞錯啊 我的生命都沒有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聽到耶穌斯 或者哪個牧師 如果他犯大罪 沒有了他的恩免 哇我都不要這樣了 我都要珍惜了 是不是 我們其實不是有很多次的機會 一個人犯了罪 或者做了一些嚴重的事 不是有很多機會 我都認識有三個牧師 是性侵犯的罪 兩個阻加 一個賣本 其實幾個都賣本子 總之都是我認識的 就是我是認識的人 就是看到很可惜 是不是很可惜 大家會不會覺得犯罪很嚴重 當我們知道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就對付 我今天所講的大約 就是處理生命 我下面有講到處理思想和情緒 我就用口說簡單 你一有負面思想之後 哎呀又不行啊 哎呀沒有人幫我啊 哎呀我做不到的 立刻就說 神幫我我一定做到的 有負面情緒 哎呀好煩啊 煩惱是很難 不是那麼容易勝過 思想容易改變的 比如說 神愛我 但是愛我的 容易改變 但是你被人罵完 心會傷我 不過最重要是你繼續處理 我發覺 我試過這樣 有人傷害我 我就說不要緊 這個人說的時候 不要緊 我心就一路 讚美神就封了 但當我睡到半夜一醒 心裡已經很緊張 還是想回那些事 還是覺得不舒服 我告訴你 不要緊 讚美耶穌 耶穌是我的 耶穌會保護我的 到第二天 晚上睡覺就沒事了 只是說 處理情緒是耐些少的 不過你持續處理 你一定處理到 但有些人就不是 每天就留在負面的情緒 哎呀 好慘 哎呀 人日對我不好 當在這個負面情緒 很危險 可以進入憂鬱 精神問題 我認識不少人 去找我 因為在網上 看到我的影片 是精神問題 憂鬱就是由一些簡單的 一些事情 曾經實戀 曾經失業 曾經有人說過他 接著以後進入憂鬱狀況 我希望大家都不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什麼垃圾都處理 大家一起說 什麼垃圾都處理 耶穌這麼愛我 我可以很輕鬆做人 阿里路亞 我可以天天享受神 無罪一身輕 大家發肥 無罪一身輕 沒有煩我一身輕 人家說的負面說話 又一句走下去 不要緊的 垃圾不好吃 垃圾不好吃 神的話我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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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說話我要吃 好的說話我要吃 阿里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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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這樣煮你生命 每天都說 神在愛我的 阿里路亞 沒有問題的 不要緊的 你的人就會鬆 在這時候我停一停問 大家有沒有一些困難 你覺得很難搞的 有些人跟我說 用詩 你那套是你 我不行 我做不到 有些人說 不行 我做不到 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想到一些困難 或者你覺得這種方法 這種情況很難用 或者你說 真的用得到嗎 我想告訴大家 我真是神 在我經濟聖靈 是1998年 到現在是18年 神用了很長的時間 幫我處理 幫我一路一路 處理我裡面 所有的垃圾 因為如果我想 給神大使用 我真的看到 一經濟聖靈 真的幫很多人 生命改變 我就很珍惜 很珍惜的 我就不想聚而向我 神一路教我 一路處理 並且處理 有時不是我的問題 是人你的問題 我要處理不給他影響 我真的發覺 是可以的 是可以不給人影響的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想問的 如果沒有的 不要緊的 如果你想到的 你可以找我的 還有你上網 找YouTube耳目師 你就會找到我的電話 你可以找我 我隨時都會幫助你 是無條件的幫助 今晚我們會做什麼呢 我們都會為大家祈禱 但我想今晚有些操練 就是互相祈禱的 因為下個星期我們就會講到 如何做醫治釋放 趕邪靈的釋放 如何幫人經歷聖靈 如何傳呼音 如何提升人的靈 如何用出來 但這些一定是 你首先和神有很密切的關係 你經歷聖靈 而你又處理生命 你的生命裡不是一堆垃圾 當你一堆垃圾 你是很難幫人的 你自己都煩到不得了 哎呀很煩啊 做人很難啊 你真是很難去幫助一個人的生命 你自己都很悲觀的時候 你很難幫助另一個人的生命 但你裡面真是經歷神的幫助 你真是處理生命 你時時都有神的病 你真的會知道 你不會招一omy 你又開始有神的生命 你快點了